已經刷登記證準備安檢 聽到媒體喊話再回頭揮手之意 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14號現身淘機 率領國民黨成員前往廈門參加海峽論壇 您怎麼看都委會的都委會 我想過去這麼多年來 就是民進黨放火 國民黨在救火 比起往年有沒有人跟您反映說 今年遇到人家比較多 好像有一些立法委員有聽說 是被私下的溝通 除了連勝文早就表態 將與會的雲林縣長張立善 也按照原計畫 訂了14號晚上7點多的航班 前往廈門 陸委會在張立善行前最後一刻 人就喊話 我沒有說過 我們在地方政府參與 這樣的統戰活動 是不樂見的 他說被動不能帶來和平 我想我們今天海峽論壇 其實行之多年 已經是第16屆了 我想這個時候 我們透過對話互相瞭解 然後我想我們是透過對話 而不是隔空喊話 也不是以敵不悔的難 針對海峽論壇陸委會 也向民間喊話 是呼籲台灣的各界 要遵守相關的規定 也奉勸民眾 不要配合中共的統戰操弄 對此與會的台經 也做出評論 我覺得多一些友善 多一些善意 多一些了解 就會消除彼此之間很多的成見 統不統戰的這個部分 是一個政治議題的部分 然後兩岸這種海峽清潔論壇的話 本來就存在是一種民間交流的部分 那邊要顧肚子 總要有經濟的活水 所以這種民間交流的東西 它不統戰的部分 海峽論壇誰出席 人多少都能掀起兩岸官方角力 陸方聲稱這次論壇 台灣相關各界有7000人參加 陸委會主委邱垂正則表示 以今夏航班和小三通流量來看 國人附陸參加論壇人數 應該比往年還少 TVBS新聞林明珍 陳旭 林志偉 廈門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